嗨,大家好,这里是照亮机,我是BiuBiu 一说到自助餐,我们第一个想到肯定是食物任选,可以大吃大喝一顿 问题是东西随便吃,而且所有人只挑贵的吃,商家不得亏子啊 可实际上自助餐厅越来越多,并且消费层次还分起了高中低档次 那为什么自助餐不会赔钱呢?今天BiuBiu就来为你揭秘 首先我们要知道,并不是所有去吃自助餐的人 都是抱着饿的扶着墙进去,撑的扶着墙出来的心态的 据统计,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会这样抱饮抱食 抱着吃回本念头的顾客越来越少了,大部分都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餐的 其次,自助餐的人力成本比普通餐厅要低很多 自助餐厅服务员一个人可以当一般餐厅的三个人用 这是因为顾客不需要点餐,同时又是自己取餐 服务员只要负责打扫餐桌以及补充餐品就可以了 不过商家也会在菜品的设置以及摆放上动点小心思 我们到取餐区一看,价格贵的菜都比较难吃 但普通便宜的菜却很诱人还挺好吃的 比如很少有人去吃价格较高的三文鱼 但一旁相对低价的生蚝,扇贝却成了顾客们的最爱 同样,顾客也会被各式各样的糕点和蔬菜沙拉吸引 所以当你再想去吃一些昂贵的菜品时,才发现自己已经吃饱了 不仅如此,各种现实就餐,吃不完罚款的规定 真正吃回本的人其实没有几个 此外,自助餐行业还是一个主要靠走量来盈利的行业 量大,进货成本就会下降 定价低了,顾客就会越来越多 那最后,本着能吃吃福的原则 大家不要光顾着吃海鲜肉类啊 水果沙拉主食的也要雨露均沾嘛 祝大家吃得开心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本视频送在原自网络,有着量机剪辑配音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请为我们点赞并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打开微信,在搜索栏内输入着量机科技 点击搜索就出现了 然后点击关注 回复关键词就可以了解到更多的科技咨询 请不吝点赞广告